大家好,今天是3月19号,中美外交高峰会议刚刚结束,中方的代表已经扬唱而去,美方开了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布林肯、萨利文多说了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话。 我听完这个记者会,我觉得这次的高峰会议达到了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美方完全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中方的要求就是想把川普时代的一些政策给取消掉,取消高关税,取消高科技的金融。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了,关于贸易问题、高科技问题,我们给中方已经阐明了,我们美国政府和国会正在共同审查以前的政策,我们审查的标准是要符合美国工人的利益,美国国家的利益,美国企业的利益。 我们也知道,这个审查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很多专家都说,基本上不会改,关税也不会改,那些贸易经营,高科技的经营根本不会改,反而会变本恰例。 我们知道,前几天,美国的商业部把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通行公司都发了法院的禅票了,所以说只有更加的严厉,不会有任何放松的迹象。 所以中国要求,出销关税要求解除高科技的禁用,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已经在会上基本上比布林肯他们给拒绝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鸡同鸭讲,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还有包括黑客的问题上,布林肯说,对这些问题呢,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直接的一个会谈。 我们知道呢,他们会有一些防御性的反应,果然呢,不出我们的预料,他们呢,都非常的反应激烈,而且呢,绝对不会在这些方面让步。 那这些问题呢,就变成一个鸡同鸭讲,互相不理互相,那以后呢,肯定没法谈,那以后怎么办呢,就看实际的行动。 中国呢,你如果继续的一一固行的话,那美国呢,一定在行动上要进行反击。 就像布林肯在日本说的话一样,你中国呢,如果在新疆、西藏、香港、南海、东海,包括对澳大利亚的胁迫这些问题上,继续一一固行的话,我们和盟国一块,又会进行pushback,必须进行还击。 所以这个层面呢,那会留下继续的行动,来进行还击了。 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双方呢,还有一些可以协商,可以合作的一些地方。 布林肯呢,主要谈到了,一个是气候变化,再一个是北韩的问题,伊朗的问题,阿富汗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呢,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是这个谈排放的大国,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呢,必须要把中国驾进来。 所以这个方面呢,还有合作的一些可能性。 另外呢,中国手呢,已经插到了这个阿富汗和伊朗,所以解决阿富汗重建的问题,跟塔利班谈判的问题呢, 很必须跟中国呢,打招呼,还有伊朗的问题,也要把中国呢,要作为一方来考虑。 最重要的是北韩的问题,这个呢,要解除它的核武器的话,那必须要叫中国呢,来施加压力。 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呢,还有跟中国呢,继续谈的这种可能性,还有继续磋伤的可能性。 就像撒利文所说的,这次会谈呢,艰难而直接,但是呢,让我们更加的清晰了, 让我们知道呢,哪些方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磋伤,以后呢,如果有磋伤的机会呢, 我们还会进行磋伤,从他的话里呢,可能在刚才所说的气候变化, 阿富汗、伊朗、北韩这些问题上呢,要进行继续的磋伤。 磋伤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避免两个国家彻底的破裂, 彻底的给撕破脸,因为你不任何的接触,不在任何方面呢, 进行合作的话,那就是冷战,那就是彻底的来开战, 而且这种开战呢,马上就会直接导致一个军事的对抗。 那目前来说呢,那两方面呢,都喊不愿意, 中国呢,它虽然叫嚣得很厉害,生气凌人, 但是它自己知道它的实力是根本不够的, 你看它的航空母舰,它几艘,那美国方面呢, 现在还是为这个疫情呢,要彻底的困制住, 然后经济的分缩,等到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有不惜一战, 目前呢,摆好了这个架势,但是呢,还要避免呢, 真的发生战争,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战争呢, 在某些方面呢,还要继续的来谈一下, 那这个谈呢,估计就是虚于应付, 无效呢,谈谈话没有实质的更改, 那谈的目的呢,就是防止最后的分手, 防止最后的破裂,防止最后演变成战争,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高峰会呢,就取得了这三方面的成果, 那一些方面呢,就两方面都是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合作, 另一方面呢,那美国呢,就把中国的一些要求给拒绝, 那这就是美国方面比较坦诚的, 已经把这个会议的情况给讲了, 中国呢,这帮人回去之后呢, 肯定又要大吹一番, 我们在这次峰会上,取得了多少的成果, 我们扬眉吐气,展现了我们的外交风范, 实际上,他们根本没落到任何的好处, 他们的要求落空了, 而且呢,他们也看到美国的这样一种寸步不让, 看到美国联合盟友这样一种大的这种战略, 他呢,肯定要做一些退让的, 所以这次呢,实质上,中国没有占任何的便宜, 他只会要进行进一步的退缩而已, 但是在口头上,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做法, 口头上他要冲这个英雄好汉, 所以杨洁篪王仪呢,不仅在会上, 而且会后之后到中国呢, 还会继续欺骗中国的那些脑残们, 那在会上呢,昨天有一个细节, 杨洁篪呢,他讲了十几分钟, 为什么那么长,而且不让翻译呢, 实际上他讲的全都是假话, 他讲用中国话呢, 给中国的观众听,给习近平听, 他一张嘴啊,就说了两个假话, 他一张嘴就说, 因布林肯和沙利文的邀请, 我们来参加美国这次战略对话, 实际上这次会议呢, 根本不是美国邀请的, 美国邀请呢, 不会安排到又冷又冻的那个阿拉斯加, 美国邀请的话, 肯定安排在这个中部啊, 这些地方的, 那他们邀请之后, 美国呢, 不得不给他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地点, 他说呢, 是美国邀请的, 就显示自己多么的尊贵, 再一个撒谎呢, 就说, 他说这个是战略对话, 我们知道呢, 布林肯一再否认, 这不是战略对话, 这只是一次接触, 那次会议上呢, 他又再一次的恬不知的说, 这是一次战略对话, 所以他一张嘴就说谎,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欺骗中国人民, 煽动义和团的情绪, 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而已, 那对布林肯和撒利文在会上的这个表现呢, 美国政府还是非常的肯定, 今天早上呢, 拜登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 你到底对昨天晚上, 我们对中国的事物呢, 怎么看, 他说, 我为布林肯感到骄傲, 那拜登说这句话呢, 实际上表明了两个他的思想主张, 第一个呢, 他是首先非常肯定, 布林肯在会上的表现, 布林肯呢, 有力有劫, 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一开始呢, 就亮明了立场, 在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上呢, 必须要对中国政权呢施加压力, 后来呢, 当遭到这个杨洁篪他们的无赖流亡式的攻击之后呢, 那布林肯专门把记者又叫住, 然后进行了游离的反击, 布林肯甚至说呢, 我走访了这一百多个国家元首跟他们通话, 他们呢, 都对中共政权呢, 又深表忧虑, 意思就是中共呢, 你现在全世界呢都已经很厌恶你了, 全世界都对你表达不满呢, 你还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这样一种说法呢, 实际上是勉力藏针了, 对中共呢可以说是狠狠的一个打击, 那拜登呢, 对布林肯呢, 实际上是高度的赞扬, 为他骄傲, 另外一点呢, 也说明了布林肯, 他的对华的理念, 实际上跟拜登是完全一致的, 拜登的想法也是这样, 就是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 在不能合作的地方呢, 我们必须要坚决的抗击, 必须与我们要亮明自己的观点, 而且呢, 中国呢, 你要于意义故行的话, 我们必须push back, 必须要进行反击, 所以拜登的这些理念, 跟布林肯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说, 我为国务卿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 那这一点呢, 实际上也说明了, 美国政府上下是非常团结的,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作为在野党, 共和党, 最近呢有几个表现, 一个是今天早上呢, 蓬佩奥就发出了两个推特, 一个推特呢, 他就说呢, 弱者可能呢, 会带来战争, 而力量呢, 会打败那些bad guy, 就是那些坏人坏蛋, 他这句话呢, 实际上很明显, 他指的呢, 就是昨天在阿拉斯加的会上的表现, 他认为呢, 可能布林肯表现的还有点软弱了, 布林肯呢, 是稍微显得比较理性, 比较有节制的一个人, 他不会对方呢, 在那里拍桌子大妈, 你也拍桌子, 甚至把自己的皮线搞出来砸桌子, 那个呢, 其实就丢疯了, 但是呢, 他的这种理性, 也呢, 在必要的时候, 也要展示一下力量, 所以说, 蓬佩奥他就发了这样一个推特, 实际上就暗指着, 必须要展示这个力量出来, 另外蓬佩奥马上又发了一个推特, 是一个天数, 这个天数呢, 就是距离这个四年之后美国大选的日子, 他现在呢, 又开始倒计时了, 他现在更加有信心, 因为随着时间的投影, 如果中国人的钱更加的猖狂的话, 那整个美国人民就会想念蓬佩奥, 想念蓬佩奥非常的强硬, 所以我上次也就说了, 如果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加剧, 而拜登政府呢, 一时还不能应付, 或者说呢, 能够应付, 但是呢, 表现的不是太激进的话, 不是太强硬的话, 那么, 美国人民就期待一个秋剑出来, 这时候想象到的呢, 就是蓬佩奥, 所以蓬佩奥看到这个阿拉斯加这个会议之后, 马上又再次提到他在四年之后大选的事情, 是根据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 实际上他发这个推特呢, 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一个刺激, 所以说美国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 共和党民主党, 执政党在野党呢, 那也是互相的监督, 互相的促进, 你哪个外交政治不行的话, 那会受到这个在野党的对促, 所以我们对拜登政府也是要充满信心, 因为毕竟在野党在那里多促了你, 蓬佩奥在督促了这个对华政策, 还有余茂冲啊, 等等这些人督促你的对华政策, 你稍微有点闪失, 稍微有点退让的话, 那会招致在野党强烈的一个批评的, 另外一个就是国会方面, 国会方面呢, 也会你如果进行退让的话, 那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代表就是国会, 国会呢就肯定不答应, 如果你把川普实在那些东西全都给撤了的话, 那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国会这些国会议员吞不过, 所以说布林肯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审查, 但我们审查的标准是要符合我们的利益, 那照着这句话的话, 以前对中国的那些所有的制裁呢, 那肯定不会取掉, 起码这些国会议员是不答应的, 另外我们知道前天呢, 国会议员就是共和党的柯栋, Skot三个人呢在参议院, 推出了一个有关中国贸易的法案, 就是说取消中国的最回国待遇, 把中国呢拉回到2001年之前,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呢, 中国呢才加入了美国这个最回国待遇, 本来呢这个这种永久性的最回国待遇是一年一次的, 就是在一年当中看你这个人权各个方面,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不好的话我就可以不批准, 所以当时呢这个最回国待遇是要跟中国的人权挂钩, 这样一种挂钩的好处是呢, 中国呢在某些方面还能得到改善, 起码呢每年呢要批最回国待遇的时候, 中国会释放几个人质出来, 那当时的这个魏京生的王丹这些人, 都是人质外交给放出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最回国待遇, 比一年一年审查的那个时候呢, 还能有人质外交, 后来呢2001年, 中国拿到这个最回国待遇之后, 永久性的拿到之后呢, 他根本不搞人质外交了, 你想换几个政治犯出来, 现在都不可能了, 你就对他没有任何的筹码, 所以现在共和党的议员建议呢, 就是取消中国的最后一个待遇, 改成每年审查一次, 那对这个提法, 对这个意见呢, 我也是非常的支持的, 现在参议院已经提出来了, 中医院Smith, 就是中国委员会的主席Smith, 他在中医院也提出来了, 所以美国的法案呢, 他是首先由这些议员们提出这个法案, 然后由相关的委员会里面先通过, 这个案子的话可能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 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 再通过之后呢, 再放到整个参议院或众议院里呢, 各自进行投票, 那整个全院进行投票, 全院投票通过了之后, 然后呢, 进行整合之后, 把一个整合的版本, 就两个院的版本呢, 整合好之后, 送给这个总统, 最后总统签字, 就要成立法案, 现在呢, 美国在推广这样一个, 取消中国最后一个待遇的法案,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如果这个能够成功的话, 那就对中国是个巨大的压力, 也是对拜登政府呢, 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让他有更大的一个工具, 来对付中国政权, 那么拜登政府呢, 实际上也是信心百倍, 布林肯参加完阿拉斯加高峰会议之后, 马上宣布, 他下周呢, 就要去欧盟, 去参加北约的会议, 北约呢, 是这个军事组织, 本来是对付苏联的, 现在是对付俄罗斯, 对付中国政权的, 他参加这个会议呢, 实际上也是联合北约, 来在军事国家安全方面, 进一步的来对抗中国政权, 到北约之后, 他还要去这个拜访欧盟理事会, 欧盟议会啊等等, 可见呢, 他的这个综合排合联络盟友的工作呢, 他一直不会停, 第一阵呢, 他是跑到这个东亚, 去了日本和韩国, 那第二阵, 要去欧洲, 联合欧洲的这些盟友, 欧盟, 北约, 还有英国, 联合起来来对付中国政权, 所以我们看到呢, 对美国我们要充分的相信, 他是有能力, 有足够的实力呢, 最终呢, 会打败中国政权, 中国政权现在看起来比较猖狂, 那他只是嘴上的猖狂, 他的实力呢, 远远不像他嘴上所说的, 他添加就是耍流氓, 以这个流氓气, 来一时的惩罢而起, 等到美国呢, 疫情控制好了, 实力呢, 足够强大的时候, 那你中共呢, 再猖狂, 我想他肯定会遭到美国政府严厉的还击, 好, 今天我们的评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再见。